大家好,我是晚风 最近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开追《长月静明》啊 话说关于这部剧的争议也是挺大的 主要集中在男主太瘦,女主贤老,女儿照片等等等 有一说一,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有点点子类似的感觉 但是,现在一分钟没辣地看完整整八集,好不想说 整体来看,《长月静明》的剧情,表演和制作都是相当在线的 虽然有一些关于打光滤镜的瑕疵,但毫无疑问是瑕不言喻的 此外,《长月男主》的人设更是特别带感 谭台信这个人物是个虽然在网文中常见 但谷偶中却很少呈现的典型的黑话并交人设 身负血骨,天生坏胚,男主那可是相当的疯癖 看连饭都吃不饱的孱弱质子,变成不可遗失的大魔头 竟然陷入致命的爱情,然后和女主相爱相杀 哇哦,我要搬小板凳期待了 总之,有没有小伙伴现在已经和我一样 刷完八集后开始抓心脑干的等更新 如果你也是的话,就请把真香打在公屏上吧 OK,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来看剧情 《长月亲民》改编自《铜锣威》这个小说 《黑月光拿吻》第一剧本 讲述了由罗恩西饰演的魔神谭台信 由白鹿饰演的仙门之女黎苏苏之间 关于灭世与救赎的爱情故事 为了对抗魔神谭台信 恒阳中掌门之女黎苏苏作为仙门的最后一次希望 选择回到500年前 阻止当时尚被邪念亲世的谭台信成为灭世魔神 穿越后,黎苏苏化身为叶将军的二女儿叶西吾 然而正当苏苏不知从何处开始寻找谭台信时 却吃惊地发现,谭台信正是叶西吾的丈夫 而后,在朝夕相处与一系列奇绪中 身负使命的苏苏以尚未沉默的谭台信 竟产生了两人都不愿面对的情愫 苏苏还能完成任务吗 谭台信又会再度沉默吗 这份情究竟会给三界,给两人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好了,以上就是《长月静明》大致的故事梗概了 从已经播出的前八集来看 《长月静明》的节奏是相当不错的 正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 仙霞作为大剧的一个难点就是世界观的架构与背景的铺垫 如何让观众快速地进入到既定的仙霞世界 并融入到故事中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在这方面,《长月静明》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好的 《长月静明》仅用了一集就基本完成了所有的架构 第一集《魔神灭世》,先门百家被图 千军一发之锦女主黎苏苏 从过去镜中看到了《魔神谭台信》500年前的生活 并意识到了自己正是能够逆转宿命的命定之人 又因为谭台信身负邪骨,若若身死去就会立刻成魔 所以苏苏必须找到办法先毁掉谭台信的邪骨 才能真正杀掉她 而讲清楚这一切,《长月静明》仅用了25分钟 才在这25分钟中,特效哗哗哗地向我们砸来 那分分钟是人民币在燃烧的味道啊 从第26分钟开始 苏苏穿越成为了叶家的二小姐叶熙悟 然而,这二小姐却是个养尊处优的顽固恶女 因此苏苏又不得不为叶熙悟之前 一系列蛮横又恶劣的刑警买单 所以《长月静明》目前的观感是 第一集的前半部分是妥妥的仙侠 一集后半到第二集的反戒部分则更像宅斗 女主化身霸道汉妻 男主化身受气坠絮,很多情节都很有反差感 而到第三集,随着梦妖的出现 男主第一次尝到了吸食妖力的滋味 整个故事又重新拥有了升级打怪的仙侠味道 所以,就已经播出了内容来看 《长月静明》的观感是非常丰富的 很容易让人想一级一级地坠下去 现在违望后续的节奏能够保持住 带来更多的高光 OK,说完了故事 我们再来看《长月静明》的另一大看点 男主谈谈琴及男女主纠葛的感情线 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 首先,谭台静这种狠厉的病交人设 在仙侠作品中并不多见 谭台静身负邪谷 自出生起就无法感知喜怒哀乐 不会哭也不会笑 用咱们现在话来说 那就是男主共情缺失 很容易形成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这种人格相信爱学人们都很熟了 OK,不下扯了 咱们言归正传 因为邪谷是靠吸收痛苦与厄运来积聚力量的 所以身负邪谷也就注定了谭台静 凄凉的命运 比较巧妙的,长夜静明并没有生硬的回忆男主的过往 而是通过了一个关于梦妖的小副本 开启了这一切 梦妖利用人们的苦痛种植眼之花 并用眼之花增强自己的妖力 而通过这个设定 我们就和女主一起在梦境中看到了谭台静的过去 咱就说,谁看四五集中男主的悲惨童年 能不一把子恋爱男主呢 和我一样开始心当小魔神 都请扣我一把 所以,长夜四五集的梦境情节 一方面直接拓宽了叙事空间 另一方面则很好地铺垫了女主对男主的情感变化 为了完成任务 女主一方面要找到男主的邪骨 阻止他沉默 另一方面在找到邪骨之前 又必须保证男主不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主又不得不做了很多的事情 去保护男主 而不停地被一个人豁出性命去保护 不明就里的男主则下意识地对女主产生了依赖与好感 与此同时 面对绅士飘零还未沉默的谭台静 女主也不由地陷入了 谭台静到底是受害者 还是加害者的纠结之中 而这就是长月感情线好看的地方 两个人都不是恋爱呢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与目的 但命运就是这么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推到了一起 如果真的能够拍得好 这种宿命般的爱情 势必将成为长月静明的一大出圈点 好了 这一期关于长月静明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希望长月静明能保持出现在的节奏与状态 在这个春天来一场荡气回肠的浪漫仙下吧 最后 因为目前关于长月的争论也相当大 所以欢迎已经看过剧小伙伴们 在淡漠评论区分享你真实的关注感受 给还没入股的小伙伴们做个参考吧 我是王峰 我们下期见